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争享人生感悟 与年轻人一同成长 在路上 龙伟大众点评网资深副总裁 拥有15年以上IT和互联网从业经验 曾任掌上灵通运营副总裁 及业务拓展副总裁 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你还应循守 你一定会葬在墙壁上 一定会磕一个大包出来 从默默无闻到皆知相闻 从不为人知的商业模式 到成为行业的榜样 从硝烟弥漫的团购大战 到布局移动互联 龙伟为你独家揭秘 大众点评网背后的生意经 我们可以理解团购是一个 很大折扣的优惠券 但是呢 你不可能天天做这么大的折扣 那你不亏此 大部分的团购 它是赔钱赚吆喝的 本期节目 龙伟与您一起分享 融资及互联网 未来的发展方向 你们一路走过来 这个钱的这个事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大众点评 其实一路走过来 你们没有看到过 我们做什么大规模的广告 所以我们在花钱上面 一直是非常小心和谨慎的 我们都是靠口碑传播 所以在资金上 在融资上 我们一直是非常低调的 可以说是很谨慎的在运作的 当然我们从05年底 做了第一轮融资 到现在总共做过三轮融资 现在规模也大了 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投入 大家可能会看到 我们在电视台啊 包括一些公交车啊 也做了一些广告 品牌方面的宣传也做了一些 我们觉得我们到了这样一个时间点 做一些品牌宣传也是必须的 应该的 你是不是不赞成那种 刚刚成一两年的到处 打着各种各样的广告 你觉得这样有效吗 我不太好去评价 就是同行的一种做法 坦率讲 如果说你本身流量 或者品牌还没有建立起来 要通过传统媒体 来获得互联网的流量 这个呢 我觉得不是很有效率 大部分人在电视上看过 只是说 姚晨起了头毛驴 对吧 他记住的是这个东西 他没有记得说 你回去还会回到电脑前 再去打开这个网址 这个转换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很不经济 很不有效率 如果你有这个广告费 你还不如投在一些搜索引擎 或者其他一些效率 更高一些的 网络媒体上 所以当你们拿第一笔投资的时候 是因为你们自己的钱已经烧不下去了 没钱烧了 还是觉得适合融资了 是这样的 我们当时主要在上海 我们需要向北京啊 广州啊 其他的大城市去发展 其实我们是一个地方性的网站 地方性的网站 要向其他城市扩张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们在上海已经有知名度了 很多上海网友知道我们 上去找餐馆会找我们 但是你在北京没有知名度啊 我05年我到北京来参加互联网大会 一桌子上 10个人吃饭 只有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知道我们的 这就是一个差距 因为北京人不会 有很多去上海吃饭的 对吧 除非你是出差 没有这个需求啊 我必须在北京也有很强的这个实力 很强的内容 很多信息 那北京人才会去查 对吧 广州也是一样 重庆啊成都啊都是一样 你必须在当地有很强的内容信息 能够让大家愿意去使用你这个网站 才有这个价值 所以从一个城市托胖到另外一个城市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资金上的需求 最近的这一次融了一亿美金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量 那又是因为什么样的需求 就是开始涉足于更多的一个地面的团队的建设 我们开始进入了全国二十多个城市 我们在当地都需要去拓张 有地面的办公室 当地有人 因为我们网上覆盖全国大概两千三百多个城市 那你真正要在当地有经营的话 你必须在当地要有办公室 要有销售人员 这个都是需要大量花钱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是我们这次融资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包括到现在 其实之前大家也在说 在想点评什么时候能上市 但是你们的上市是现在搁置了 这个计划 也不叫搁置 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的来讨论 说我们一定要什么时候上市 关键是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能不能有足够的资金的支持 如果哪一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 一个构想是可行得通的 然后我需要很大一笔钱 那我很快就上市也是有可能的 关键看你需不需要去上市 如果你自己能够去用自有资金去解决 是不是就不要去融资去稀释自己的股份 我觉得纯粹的从你对自己的一个信心角度上来讲的话 因为你认为你的企业是有价值的 你当然不愿意把未来可以值100块钱的股票 你现在10块钱就卖掉了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互联网企业 不管是百度腾讯 他们当年都没有说拿到过银行贷款 对吧 因为互联网企业是没有固定资产的 没法抵押的 没有人会借钱给你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如果说有人银行可以贷款的话 我宁愿要银行的贷款 而不是去卖掉我们更值钱的股份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你心里的那个标准是说 我如果能不融资 我就尽量不融资 是这样吗 这个每个人的讲法不一样 马云讲说 他说最不需要用钱的时候去融资 对吧 这也是一种思路 当这个市场最好的时候 口袋里面最充盈的时候 你账面上有两亿美金的时候 你再去融资 但这个我觉得 其实未见得是行得通的 当你真正说你口袋很充盈的时候 你账面上有两亿美金的时候 你再去融个两千万美金 这不靠谱 那你去融多少 你去融五亿美金吗 那你融五亿美金要干嘛呢 你总得有一个用途在那里 人家才会把钱给你 我觉得只有当你有一个 比较成熟的一个规划 有一个要做的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才要去融资 而这个是超出了 你目前的现金流的许可范围的 首先我觉得任何创业企业 都需要让自己的现金 各方面的东西 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不要说我这个月发完工资 下个月就可能没钱了 这个是大忌 你一定不能让自己的企业 处在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 其次就是说 在保证第一点的情况下 你要有一些 比较靠谱的一个计划 我要打算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需要花多少钱 那个量力而行 也不是说融资是越多越好 因为融资越多 意味着你出售的股份越多 那你在未来的利益损失也越多 同时你也会对公司失去 control越多 那也不是好的一个现象 从这个角度讲 我觉得说把握融资的时间点的话 关键还要看 你有没有一个行得通的 靠谱的一个行动方案 是需要用到这笔钱的 比方说优酷 它融了多少钱 它要干什么 它说我是视频网站 我有大量的钱要烧 我要去买很多版权 我要把我的带宽做好 我的服务器做好 用户体验要做好 这都是它用钱的一个理由 我之所以要融那么多钱 是因为我要用这么多钱 这个才是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早餐馆这种事情 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三分钟五分钟就解决的事情 特别适合在手机上做 我经常去楼下的某个餐馆吃饭 那我是老客户 你老板得给我优惠 对吧 给我打个九折 打个八五折 那个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讲一讲 未来移动互联网的趋势 对你们大众点评网 未来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引领 其实我们从05年的时候 就做所谓的移动互联网 那个时候是做短信 就是说你发一个国贸桥 或者穿菜 我回一条短信给你 上面有个菜单 国贸桥什么什么穿菜什么什么 然后再回一个短信 这样就非常麻烦 非常不user friendly 用户体验很差 就没有推起来 然后呢 06年后来我们还做wap的 也不好 那个时候因为上网不方便 然后到了去年和前年 因为智能手机 一下子霍兰开朗 用手机上网 变成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事情 我们这时候推出的 基于iPhone的 基于安卓平台的 这些手机客户团 一下子就普及起来 最近一两年 用大众点评的人越来越多 而这些新用户 往往第一次用 都是在手机上 为什么手机会这么好用 对于很多网站来讲 从电脑屏幕到手机屏幕 只是屏幕的切换 从大屏幕到小屏幕 未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字很小 看起来也不方便 但是对我们来讲 它多了一个功能 什么定位 像我是从上海过来的 我对北京不熟 我拿出手机来一定 说现在这边是在哪里 大汪路 对吧 然后周边可以吃什么东西 有什么好吃的 我一下子就找到了 这个非常方便 而且呢 找餐馆这种事情 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三分钟五分钟 就解决的事情 特别适合在手机上做 就是说所谓的手机 是一个碎片时间 对吧 用手机都是碎片时间 我等公交车 我坐出租车 我在地铁上 我拿出手机来这么一查 最多三分钟解决问题 这是手机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你的这个产品 是需要坐下来 花半个小时慢慢研究的 不适合在手机上 坦率讲 手机并不适合所有的产品 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手机 对于大众点评来讲 像如虎添翼的一种感觉 我们多了 很好的功能 很好的一个体验 所以我们非常认可 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我觉得未来 移动互联网的人群流量 会超过互联网上的浏览量 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 你怎么看待 现在已经有的 做一些做迁道 像街旁这一类的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这种应用 大众点评也有迁道 迁道本身我觉得不是一个游戏 并不好玩 迁道最早是美国的Foursquare 在做 当时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就在尝试 就在看 刚开始的时候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我觉得挺好玩的 因为我可以看到 我的朋友在哪儿迁道 我在哪儿迁道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 我觉得不好玩了 我就没有这个冲动了 为什么 干嘛呢 迁道完干嘛呢 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呢 对吧 我们在自己做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思考 去调整我们的思路 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满意 那从我们的角度觉得说 如果你做迁道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些什么东西 比方说我迁道了 我能有优惠 我能有折扣 这个就不是比的说 你迁道怎么样 而是说你能不能拿到这个优惠 你能不能扑出去这个网 能够让这么多的线下的商户 为你提供这个优惠 你有没有足够多的人群 他才愿意给你优惠 那中间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矛盾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 还是很有优势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人群 很多流量 如果我们做迁道 我们就很容易拿到 这样大的流量和这样多的优惠 才会让这个事情变得好玩 我经常去楼下的某个餐馆吃饭 我在这签到了十次 那我是老客户 你老板得给我优惠 对吧 给我打个九折 打个八五折 那个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说团购做了一个月 或者半个月的 突然之间那个商户关门了 房租也没交 员工工资也没发 老板不见了 这个网站就被僵死在这了 我的个人观点就是说 目前的竞争 基本上是在前五名当中 而且我觉得最终 可能也就两三家吧 会笑到最后 那其实从去年到现在 团购都非常的火热 我们也看到业内的一些评论 比如说创新工厂的 李开复李先生 他就说可能团购网站 在一年之内99%都会死掉 我们的观点 其实跟很多人 我觉得都是相似的 就是说我们也不认为说 团购是一个 应该有那么多网站的一个行业 那么多的百团大战 千团大战 好像是团800一个统计说 4000多家还是5000多家 团购网站 我觉得这是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 很多网站都是说 直接就冲进去了 三五个人七八条枪 可能有的是 网站还没有七八条枪 两三条枪就冲进去了 到现在为止据说 每个月倒闭 1000多家团购网站 有这样一个讲法 我觉得这个也是 预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团购 你做了才知道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你要线上线下 有很强的运营能力 这个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 对你的价面这些管理 整个线上线下的运营 是要求非常高的一件事情 你看美国嘛 Groupon Groupon在美国 他做得那么好 最短的时间从零 变成我们别脸的 US dollar的这样一个公司 我们也没看到 美国有百团大战 千团大战 有那么几家 但是基本上是个位数 但中国为什么 一下子就这么多 你觉得可能吗 不可能的 我的个人观点 就是说 目前的竞争 基本上是在前五名当中 而且我觉得最终 可能也就两三家吧 会笑到最后的 最大的问题是在哪 我认为团购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模式 团购是提供给中小商户的 诸多营销手段等的一种 我们可以理解团购是一个 很大折扣的优惠券 但是呢 你不可能天天做这么大的折扣 那你不亏死了吗 大部分的团购 作为商户来讲 它是不赚钱的 它是赔钱赚要喝的 赚的要喝是什么 是好的名声和口碑 带来回头客是最重要的 你带来五千个客人 回去都是骂娘的 都是说你坏话的 那这个还是不要做好 如果五千个人来了 回去有两三千人 能够回头再来吃 还有有一千个人 会去写点评说你好 那个才是一个成功的 一个团购 因为我是大众点评 我看到很多很多 这样的例子 团购点评 大部分都是给商户 带来负面作用的 都是让商户的心急下降 很多商户做过一次团购之后 做死掉的不在少数 所以你首先你要衡量 你是不是适合做团购 你什么发展阶段 能够做团购 我们的经验觉得说 你一个商户 你有很强的运营能力 服务能力 你刚刚开张 你可能不是很有知名度 这个时候你做一次团购 能够给你积累口碑 一下子带来知名度 这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老板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先跟A网站做团购 接下去又跟B网站 接下去又跟C网站做团购 他一年几乎天天都在做团购 这样的话 给你的流量 给你的店面 给你的服务人员 带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天天都这么多人围在那 你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三个月 五个月 那个肯定服务质量会下降 导致说最后 他一家挺好的店 被团购给做死了 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团购做了一个月 或者半个月的 突然之间那个商户关门了 房租也没交 员工工资也没发 老板不见了 然后团购款他也拿走了 这个网站就被僵死在这了 对吧 你网站你不可能接过手 去做这个火锅店 继续服务于那些用户吧 所以团购不是适合任何商户的 也不是任何时间段都能做的 其实点评在过去的这一年 其实也推出了自己的团购业务 是 那么大众点评网 如何利用你们自己原来的优势 来弥补这个不足呢 我们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网友在我们这边寻找 搜索这些商户的消费信息 同时我们有很强的这个线下的销售团队 我们跟这些商户本身是有接触的 他们很了解我们 我们也很了解他们 他们知道到大众点评网上来 浏览的人都是要去消费的 所以大家吃饭11点左右了 大家开始上网查了 我中午去哪吃饭 对吧 然后到晚上四五点快下班的时候 又来一个高峰 然后晚上去哪吃饭 所以这个到我们往上来的 都是非常精准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可能说有些门户 或者有些搜索引擎流量比我们大十倍 甚至于大百倍 但他的人群当中只有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的人是有这个需求的 到我这边来的人 一百个当中 九十九个都是有这个需求的人 这个是我们独特的一个优势 如果说你觉得团购 不是一种单独的商业模式的话 那你怎么看待像拉手美团 这样纯座团购的网站的前景 我看到说我们一些同行 都在做全方位的东西 就是说他们也有在开始做优惠券 做一些落地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行业的一个趋势 当然也有开始走那个实物型的 他们都有在尝试多元化的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 我也想把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举手 好 我们请这位 食物团购跟服务团购 哪个未来可能会更加看好一些 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认为 Groupon的团购就是服务型的团购 我不看好食物型的团购 食物型的团购有电子商务 有这么多京东 当当 有什么新弹 很多很多 这些已经把食物型的电子商务做得非常好 已经几乎做到极致了 他们已经把毛利压到很低很低了 包括线下的国美 苏宁 他们都有在开拓线上的电子商务网站 对吧 什么库巴之类的 这块已经没有多大的余地了 你说一个手机它的成本就是这点 你一定要让它一个手机 一千块的变成一百块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它每个零部件都是有成本的 那么对于服务性的行业来讲 相对它的毛利会比较高 才有更多的折扣的空间 它的前期投入 它的店面 它的人员投入 一旦固化之后 假设我是个族域店 我多接一百个客人 增加的编辑成本非常的低 我只是一点水的成本而已 人的成本 对 人力的成本而已 它没有什么固化的物料的成本 食物型的跟服务型的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 所以我认为服务型的团工会更有前景 对 人力的成本 那林堡 인囡品 当时 留营 两 Maurice